漢堡王推出左撇子專用漢堡 倫敦上空出現幽浮BBC的紀錄片公然造假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七個超經典的愚人節惡作劇吧! hihoho,大家好,我是志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愚人節了 每次到這天,全球各大企業都會使出渾身解數 推出最搞怪的愚人節企劃 像是去年,日本肯德基就宣布 他們即將開設月球店面 也會開發防止炸雞飛走的膠囊包裝 新加坡的達美勒推出了PIZZA專用鍵盤 只要按下一個按鍵,熱騰騰的PIZZA直接送到你家 文具大廠PENTEL 則推出前所未見的鋼珠筆 極致輕量化的材質,讓你幾乎感受不到 也看不到它的存在 還搭配不留筆跡的消失墨水 實現書寫零阻力的極致快感! 創意的計畫白白掌握 今天,我們就選出了 7 種歷史上超經典的愚人節企劃 大家可以看看當年的你有沒有被騙到 或是今年的愚人節企劃有沒有超越這些經典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是行銷人油媽是否曾經想過 怎麼讓自己的品牌 在茫茫的廣告媒體中吸引到大眾的目光呢? 或者有新的產品、服務 需要把抽象、而且複雜的資訊 有脈絡的解釋給消費者呢? 或許你可以考慮用動畫來解決喔! 簡訊設計長期為企業製作形象動畫 用創意、有溫度的故事傳遞核心價值 而且50%以上的觀眾 會因為動畫而提升對於品牌的好感度 另外,也有專業的解釋型動畫 透過視覺的轉化 一步步讓受眾了解產品的功能或服務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專案 我們的團隊都會幫你從前期計畫到影片製作 幫你規劃好一條龍的流程 此外,如果你還有像是其他的LOGO動畫、頻道片頭 只要是跟動畫設計相關的需求 都歡迎來進洽詢喔! 價錢都好談! 首先第七名,2019年遊戲公司PlayStation 為了回饋老玩家推出的限量紀念鑰匙圈 這個鑰匙圈非常特別 號稱是1比1打造的PS各世代主機造型鑰匙圈 不只是外觀、質感、重量都跟真的主機如出一側 就連運作功能也跟真的主機一模一樣 簡單來說,這就是原本的主機鎖上一個鑰匙圈頭而已 廣告宣稱這是歷代玩家的必備小物 不只可以掛在手機上,隨時隨地表現你對PlayStation的愛 也可以串在鑰匙上,讓你不用擔心鑰匙弄丟 當然啦,這只是魚兒節玩笑,根本沒有這種東西 許多網友看到影片看到一半,才發現自己被刷了 而廣告的結尾,還有一段超快的聲明 網友如果暫停看,就會發現自己又被嘲諷了一次 上面寫著,如果你真的有停下來看這段字 你一定超嫌,為了不要浪費時間 建議你去買真正的PS主機 還有,你知道荷馬的乳汁是粉紅色的嗎? 但不是草莓口味,不要問我們怎麼知道的 我們沒有試過,也不建議你去嘗試 第六名,1989年3月31日 在英國倫敦的郊區上面 突然出現了一個發光的飛碟 是在緩緩的降落在這座城市 所有人都把車停到的路邊抬頭看天空 困惑地看著這個不明的飛行物 當地的居民立即報警 通報了外星人入侵事件 這件事情,不僅驚動了警方 多家媒體和廣播公司 也緊急地插播這則爆炸性的新聞 而飛碟最後降落在一塊田地上 警方火速趕到現場,將飛碟團團包圍 結果當飛碟的門突然打開 一個身穿銀色衣服的小個子出現時 大家都笑得出來 所謂的外星人,不過是個普通的人類駕駛員 而不明飛行物就是一個飛碟造型的熱氣球 旁邊還大拉拉地寫著 維京銀河航空 原來這件事情背後的始作俑者 就是大名鼎鼎橫跨旅遊、娛樂、航空產業的維京集團 這是創辦人理查·布蘭森 突發奇想的雲人節玩笑 也是順便幫公司的一個廣告 而這起UFO事件 也成為了英國史上最著名的惡作劇之一 第五名,1996年4月1日 據美國知名連鎖駐食店Taco Bell 在7家的報紙上刊登了廣告 他們宣布,為了幫助美國減少債務 他們決定買下代表美國獨立 以及黑人解放運動的美國國報自由中 並把自由中重新命名為Taco自由中 這次的消息引爆了全美民眾的憤怒 當天早上,成千上萬通的電話 打進了Taco Bell總部 要求高層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個小時後,Taco Bell就宣布這只是一個魚人節玩笑 而他們也會捐贈5萬美元 一起來幫助保護這座歷史悠久的鐘 雖然說,這個惡作劇好像引起了不少爭議 但是對Taco Bell高層來說 其實他們笑得很開心 根據Taco Bell的估計 這起惡作劇達成的宣傳效果 等同砸下了2500萬的廣告效益 也幫公司大賺了一筆 美國的企業家雜誌 更是將這個魚人節玩笑 列為十大最成功的行銷手法之一 第四名,1998年 漢堡王在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 他們表示,在每天光顧漢堡王的客人當中 有140萬人是左撇子 為了服務這個客群 他們決定推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左撇子漢堡 這個漢堡專為左撇子設計 雖然用料成分跟原本的漢堡完全一樣 但是擺放位置左右相反,旋轉180度 這樣的話,漢堡的料用左手拿更不容易掉出來 讓左撇子能吃得滿足又開心 那雖然說廣告看起來稍微惡搞 但根據漢堡王的說法 還真的有許多人看到之後 跑去漢堡王指名要點左撇子漢堡 甚至也有其他顧客要求 也要推出右撇子限定版的漢堡才公平 也讓漢堡王成功的靠魚人節玩笑 打出了一波漂亮的行銷 第三名,由2013年4月1日 搜尋龍頭Google,宣布了一則縱望消息 過去人類已經可以搜尋文字、搜尋圖片或搜尋音樂 但一直以來氣味都是被忽略的一塊 為了提供更豐富的搜尋體驗,他們推出了 Google 嗅覺氣味搜索功能 他們搜集了各式各樣的氣味 打造出一個龐大的相位資料庫 並採用光子與刺身剝技術 讓每一台手機和電腦都能改變 周圍空氣分子的排列方式,模擬出特定的氣味 使用者只要在搜尋結果旁邊 點擊試文按鈕,就能隔著螢幕聞到味道 像是營火、餅乾、牛仔褲、新車的氣味等等 測試版推出後,許多用戶搶先體驗這個新功能 不少人都把鼻子湊到螢幕上,想聞出味道 不過大家有聞出任何東西嗎? 呃…當然沒有 Google 成功惡整了全球上百萬名用戶 也成為了這幾年來 Google 最經典的惡作劇之一 第二名是2016年的愚人集 全球最大的成人網站 PoorHub 跟老司機們開了一個大玩笑 大家一點進去批站,就發現說 欸?PoorHub怎麼變成CoreHub? 網站上面全部都是高清無碼的玉米影片 像是煮玉米、烤玉米、幫玉米、塗奶油等等 而每支影片也都有色色的主題 像是採收年輕火辣的玉米 還有性感的日本玉米等等 許多網友打開網站才發現上當 紛紛表示,我褲子都脫了,你給我看這個! 正在一提,隔年愚元節PoorHub的操作更猛 大家看片看到一半 PoorHub就會跳出謝謝你的分享 PoorHub已經自動把影片分享到你的社群平台了 而這個惡作劇,下風一票老司機 被譽為是史上最恐怖的愚人節玩笑 最後,說到愚人節的經典 就不能不提到老牌的媒體 英國廣播公司BBC 在半個世紀之前 BBC推出了一個可能是史上最知名的整人企劃 1957年,BBC拍了一部3分鐘的紀錄片 講述一個非常唬爛的故事 在瑞盛的南部,由於暖冬以及害蟲消失的緣故 當地種植的義大利麵,迎來了豐收的一年 鏡頭帶到一棵義大利麵樹 上面長滿了細長Q軟的義大利麵 而一個務農的家庭 是從樹上採收成熟的義大利麵放到籃子中 OK,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很扯 但由於當時義大利菜還不普及 影片播出之後 還真的有許多英國人上當 打電話詢問BBC種植義大利麵樹的方法 而BBC也很調皮 對民眾回說,只要把義大利麵放在番茄醬的罐子裡面 然後成心的許願就可以了 其實看起來嚴肅的BBC超喜歡在愚人節搞怪 像是2008年,BBC也用類似的方式 拍攝了一支精緻的偽紀錄片 宣稱他們發現了飛天氣額的存在 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自己去查查看喔! 愚人節雖然是個可以開玩笑的節日 但其實各大品牌都超級認真對待這個日子 對他們來說,愚人節就是商業行銷 以及品牌塑造的大好機會 一個好笑有趣的愚人節企畫 不只可以展現創意、增加曝光率 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消費者的品牌好感度 而有的時候,大膽的愚人節玩笑 也可能成為未來產品的靈感來源 像是Google曾經在2014年跟任天堂合作 發起Pokemon Challenge 的愚人節限定活動 大家可以使用Google Map 用手機來捕獲地圖上面的寶可夢 結果兩年之後,風靡全球的Pokemon GO還真的問世了 不少人認為這次團隊一定有受到Google愚人節企畫的啟發 或許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愚人節玩笑 幾年之後覺得變成真實的產品,也說不定喔! 好的,今天就到這裡 今天提到的愚人節玩笑,你覺得哪個最有趣呢? A. Google 的嗅覺搜索功能 B.島司機最愛的Cornhub C.超經典的BBC 意大利面術 D.其他,如果你有聽過更有趣的 歡迎留言給大家知道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在愚人節這一天 也可以一起笑一笑!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地方 看看放假耍廢的焦慮,以及節慶憂鬱的介紹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